这是一局荣耀王者 47星的排位赛 开局提前预言一下哈 这波 我 带飞全场 哇 这就是后期配音的自信吗 哎呀 你不要撤穿我嘛 开局白起没有选择打我 让我可以安全地清掉兵线 然后来中路吃掉螃蟹 嘿 怎么了 就把尾了 行了 你快拉倒 回到线上 一个兵线没有掉 清掉兵线 卡什也进入草丛 哎 不对呀 你刚才还是三级 这后怎么五级了呀 这个 你看呀 执清兵队线不打架是很无聊的 大家都很忙的 时间呢 总之呢 这东西就好像点赞一样 全靠自己 但是假如你要是不自觉的话 我也就只能 求求你了嘛 好的 谢谢你们 这么好看还给我点赞 摸摸哒 这边 看到对面要看龙 提前进入草丛隐藏事宜 此时的盘古正在傻傻地打着楼 而我正在痴痴地等待着 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 我究竟在等些什么呢 大是的没错 我正在等龙击飞 一头连着直接将它打成残血 然后两段二技能上去收割 这局游戏第一次 跟鲁班碰面有点激动 但我有点紧张 导致不自觉的左右抽搐了一下 好吧 其实就是手滑了一下 相信拉开距离 还追 你会后悔的 那个 偷偷问你们个事 你们 相信奇迹吗 正猜一下啊 兄弟们 觉得 我能反杀的请口一 觉得我背杀的请口二 哭完了吗 我要揭晓答案了哦 怎么样 修不修 是不是看着特别的花里胡哨 但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基础的 小连招三三二三 你们 学废了吗 东方要是一个吃经济的英雄 而且特别灵活 这么好的英雄不用来带线 简直就是浪费了 好家伙 见面一个大 真以为能杀我呀 这血量 这经济 你怎么干的呀 退一步越想越气 所以我又来了 大招回来 一技能挂一下 没有技能了 往后退一下 等待CD CD好了 2A1A1 再来个强化普攻 就这点血量了 你拿什么跑 边追边等二技能的CD 大招拉回 我再大 哎呦我真是个傻子 就白起是吧 那你没了呀 正机 不着急 还有机会 等他们追过来 再回头 哎呦我去 不杀他了 没必要 此时上路发生团战 先不着急过去 因为我缺少一点的勇气 可是勇气在哪里呢 直到 我在人群中看了他一夜 这六亲不认的步伐 还有这可爱的血量 一瞬间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先使用一技能 攒两个能量 下后二技能突进 距离不够闪现来捕 至于真机呢 就先放他一码吧 你确定不是因为杀不掉 今天天气确实挺不错的 你看两个残雪 都跑出来散步了呢 我直接帮队友 拿下了两个助攻 你看我多厉害 队友都夸我了呢 你看他们夸得更厉害了 这边我方向雨被追 进入草丛隐藏事业 两段二技能干扫 停 再来一波竞赛 这一波 你们觉得 我能反杀几个 再一次打出你的答案 我要揭晓了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后面没放声音 后面没修起来 嗯 就 点个赞吧 谢谢你们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